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而同一天 日本央行也宣布将利率目标维持不变 在美联储大幅降息50个基点之后 终日两国央行双双按兵不动 要如何解读呢 另外 国际黄金价格越战越勇 周五线货金价重返了每盎司2600美元上方 再创新高 在多项利好因素的推动下 黄金牛市是否可以持续 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分析 美联储四年多来首度减息引发了全球资本高度关注 不过面对再度开启的减息周期 中日两国的央行选择按兵不动 而黄金价格则是再度创出了历史新高 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在全球资本市场引发广泛影响 各界关注其他主要央行是否会调整货币政策应对 中国人民银行周五公布 维持贷款指标利率不变 9月份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3.35厘 5年期以上LPR则为3.85厘 与8月份支平 是连续第二个月维持不变 另外 人行今早在公开市场开展5719亿元人民币七天期逆回购操作 利率也持稳在1.7厘 而日本央行在经过一连两天的议息会议后 最终同样按兵不动 指标利率继续维持0.25厘 符合市场预期 会议纪要指出 日本经济温和复苏 同时海外环境向好 企业投资增长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保持在2.5%到3%的水平 令央行对经济接下来的表现持乐观态度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河南在议息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经济和通胀趋势符合央行的展望 日央行将继续加息 他指出 需要监测市场走势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目前正以警惕的态度关注市场 最新数据显示 日本8月份提出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按年上涨2.8% 较上个月涨幅略微扩大 并且是连续第四个月保持盛势 面对美联储正式开启减息周期 中日央行都选择继续维持利率水平 保持观望 为亚洲货币走势带来支持 人民币中间价较上日大涨339点字 报7.0644对益美元 创去年5月29号以来的近16个月新高 日本央行议息结果公布后 日元对美元也回稳 并在142水平徘徊 而国际金价继续保持强势 于今天亚太交易时段突破2600美元每盎司管口 再创新高 年内累计升幅超过三成 面对金价的强势表现 各家大行纷纷上调未来金价预测 若银预料 金价在明年6月会升至2700美元 未来两年内将突破2800美元 花期更预测 未来6至12个月 金价将升至3000美元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国泰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 来我们分析 周浩先生你好 大家欢迎你好 我们看这个美联储大幅降息50个基点之后呢 其实市场现在对中国国内降息的预期也是升温了 不过最新公布的LPR利率和逆回购利率都是维持不变的 您怎么样来分析中国最新的这个利率政策呢 坦率来说有一点点让市场吃惊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意味着就是 中国可能更多的政策会转向存量房贷的调降这一边啊 因为如果说存量房贷调整的话呢 利率调整的话呢可能对于 对于银行来说有更大的一个息差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所以不调整LPR呢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意味着不想新增 对上银行的这样的压力未来更多的政策 因为会转向对存量房贷利率的调整这一端 因为这个存量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银行中长期而言会有很大的一个息差和利润收窄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的话呢 我认为两方面的考量啊 第一个呢就是基准利率不调整 LPR不调整意味着MF LMF就是也调整可能比较小 那么人民币的汇率呢会保持稳定 另外一点上而言的话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会去调整这个存量房贷利率的可能性 在近期呢有一个逐步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市场呢应该静观其变 总体上我觉得这个对于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决心 应该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工具上而言的话 技术上而言还是有很多的可以调整和这个 就是动用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手段 是除了中国央行今天没有调整政策利率之外呢 日本央行同样也是选择了按兵不动啊 将这个目标利率水平是维持在0.25里的水平 那结合日本央行的行长植天河呢 他今天在记者会上的一个表态 您怎么样去判断接下来日本央行的一个行动 也就是说下一次加息的一个时间在哪里 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其实7月份的时候 日本央行加息的时候引爆了一个全球股市的一个震荡啊 大家是不是要担心这个震荡可能会在年底重演 我觉得年底出现震荡呢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到底是不是日本央行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决议呢 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一个争议啊 从日本本身而言的话 总体上来说日本会不断的加息 日本的整体的一个通胀啊 工资和这个经济增速都处在一个上升的 或者说相对比较平稳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区间之内 所以说总体上而言 我经常认为日本央行会在未来的两到三点 甚至更长的维度之内进行这个相对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加息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考虑到就是说美国呢近期呢出现了降息 所以日本央行可能在这方面的压力呢 尤其考虑到日元的汇率啊 这方面压力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呢从日本国内的经济来说的话 日本央行的加息还是一个大概率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认为年内还会有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 同时呢甚至很有可能下一次加息不会像以前那样 是十个起点还是更大幅度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如果说以G7为一个主体的话呢 那么日本是完全是脱离在这个G7之外的 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多数的发达国家 会在未来两年之内持续的降息 但日本会面临持续上加息 和持续的货币紧缩的这样一种压力和可能性 确实谢谢周浩先生 日本央行究竟什么时候加息究竟会加多少 确实也是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 另外就是各类资产价格在美联储加息之后 波动也是显著加大了 在下期回来我们会继续和周浩先生一起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 美联储在大手笔降息50个基点之后 各类资产价格都显著波动 先问话题我们继续请教 国泰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 真正您看资本市场的一个投资者 一直是对日元飙升所引发的股市动荡是高度的敏感 那接下来我们也知道美联储会降息 日本会加息 这样的话日元走强肯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但是它究竟会走强多少 因为呢其实我们知道从7月初的一个低点 日元已经反弹了将近10%了 所以接下来近期如果日元要快速急升继续飙升的话 这个可能性您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呢不必过度担心日元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升值 其实呢今年已经 您刚才提到已经涨了很多了 从160到140这样的一个水平 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呢 现在总体来说就是市场反应很极致 其实呢上一次美国还没降息 日本加息了10个基点 日元涨了这么多 那么很多人会问说 日本如果加息25个基点 日元会不会涨更多 其实不会的啊 那么市场总是在处在一个 惊弓之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总是把未来的预期打得非常非常满 其实这次降息也是这样 比如说美国降息50个基点 其实呢但是我们如果看 美国的两年的国债利率 基本上在3.5的水平 就是预示着 未来两年如果降到3.5的话 也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水平啊 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的话 市场现在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处于一个 前置和强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并不担心说 日元会再度的大幅度的一个升值 我经常认为日元会在一个中长期的 中长期的维度之内 保值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区间之内 因为无论如何的话 日元的汇率 日元的利率还是比美元还是会低 相当大的一个水平 那么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升值 只是反映了预期的一个调整 中长期而言的话 我觉得日元的利率低于美元 还是一个大日的事件 所以日元不会出现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升值的状态 日元应该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升值 但是不知道人民币会不会 有这么一个相同的表现 因为人民币在美联储降息之后 它的波动也是加大了 我们看今天 联岸人民币是一度升破了7.04的水平 所以后续您觉得人民币的走势 主要还会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我们短期之内 有没有可能看到人民币对美元 回到一个六字头的时代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人民币总的来说 是一个交易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么近期的话 其实也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的一个美元的降息之后 人民币的这个汇率 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升值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终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民币的汇率上 人民币汇率在什么水平上 可能对于中国经济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无论是对于内需还是外贸来说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均衡点 那么短期而言的话 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和交易的一个行为 可能会让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突破6 或者是到突破7到六字头这样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不排除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如果去看这一年的人民币 或者这几年人民币开始来看的话 其实基本上还是在7到7.3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做一个就是说宽幅的一个震荡 所以我觉得我相信这个区间或者说更窄的 比如说7.0到7.15的这个区间 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可以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是可能对于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友好 或者说比较中性的一个状态 另外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资产 就是屡创新高的黄金的价格了 因为我们看到美联储这个鸽派降息 但是鹰派表态是一度令国际金价在周四的时候 虽然冲高 但之后又大幅的回落 但是今天又看到新货金价又重返了2600美元的上方 而且是再创新高 所以究竟这一轮金价的声势动力究竟来自于何方呢 那后续这个金价走势您怎么看 我其实跟很多人讲一个观点 就是说如果说美元涨黄金涨 美元跌黄金也涨 利率涨黄金涨 利率跌黄金也涨 那么其实我们可能在活动程度 需要把黄金作为一个单独的资产类别来做一个评估 同时我觉得近期黄金跌创新高 这样的一个把黄金作为一个单独的资产类别作为评估的 这样的一个概率也在上升 那么从最早上来说的话 就是说黄金的定价模型和定价模式在逐渐变化 可能我们短期来说可能找不到最好的那样的一个模式 但是呢黄金价格的不断的上升 也意味着市场的投资和研究的需求也会上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无论如何的话 我觉得黄金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健 甚至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直到所有的研究和投资发现 它真正的奥币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 可能黄金的涨势才能够停止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关注黄金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态势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股市啊 因为香港股市在美联储降息之后是连涨两天 现在是站稳在了一万八千点的上方 而且两天呢 这个涨势都是还不错 我们联系到近期啊 一个是科技股的反弹 另外就是大型这个一个IPO美的 它上市之后的表现非常的不错 所以整个看起来 您觉得港股现在整个的情绪 是不是已经有显著转好的迹象 很明显啊 其实呢我们很看好四季度港股的表现 这一点上而言的话 我觉得可能跟很多这个机构看的看法 并不是完全一样 其实港股今年而言的话 是恒生指数从年头上的一个低点 然后是逐级的向上的一个走势 二季度呢走得非常好 然后三季度呢有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是非常看好 港股在年底前和四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 第一个降息 就美国降息应该是一个催化剂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其实南下资金对于港股的影响非常大 越来越大 同时呢港股有很多独特的标的 比如说天梯板块啊 包括有一些近期回归的这样的一些标的 同时呢香港本地有一些这个公用事业股 和这个相对比较大的银行股 其实我觉得港股有自身的独特性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大家不得不关注的一点 就是说港股呢以前是跌的时候呢 估值越来越便宜 但是现在在一个底部抬升的过程当中 港股还是很便宜 这个呢我觉得值得去关注 或者说这是一个更值得去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不是在一个下渐区间里面觉得 它的便宜已经到底了 因为这个意义不大 而是我们要在一个 见底的一个趋势当中看到它 它还是很便宜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快投资 那不同的板块之间是不是也会有些相对优势的存在 比如说最近其实随着美联储下调了一个利率 那香港的利率也会跟随地下调 那相关的对于利率比较敏感的一些个股 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机会呢 我其实呢不是完全值这样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说 香港这个江西地产生物会很好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中性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港股而言 最为重要的还是看到港股的一些 独特性的一些标的 尤其是TMD板块这样的一些 就是在别的市场买不到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会先进会跑出来的 那么因为房地产板块而言 它很容易被证实和证伪 因为市场很容易去看它的成员量量和成员量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不断可以去 check balance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必须要看到降息之后 实际成员量上升才会去追逐地产 这我觉得可能是下一阶段 大家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周浩先生的解读 那么在下节回来 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 中国和日本20号就核污水排海达成共识 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为敦促日方 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 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 中方并强调发表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 中方会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的进口 在经过十多轮密集谈判和挫伤后 中日双方20号就辅导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 发布共识文件 中国外交部当天回应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 这一立场没有变化 中日双边共识为国际社会科学 有效安全的处置核污染水打下了基础 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 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反义务 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 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 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 共识文件指出 日方欢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 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 日方并同意接纳中国派员到福岛核电站展开核污水检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 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 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 以科学事实为准绳 以确保安全为前提 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 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 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 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 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 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毛宁表示 中方将会同国际社会 特别是利益攸关国 继续本着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 和民众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 以科学的态度同日方开展对话 敦促日方妥善处理涉及排海的关切 凤凰卫视 孙伟坚 王磊 北京报道 阿根廷通货膨胀情况持续恶化 首都最大的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 19号进行了为期24小时的罢工 要求提高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 护士 医生及技术人员 当天聚集在医院内 随后游行到卫生部 抗议薪水太低 有些人甚至是低于了贫困水平 政府出动防暴警察戒备 但抗议总体保持和平 目前阿根廷大多数医护职位的起薪点 仅为727美元 而贫困线最低工资约为930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医护人员需要同时做2到3份工作 才能维持生计 阿根廷8月份的通胀率高于政府 也高于市场的预期 按年的升幅达到了惊人的236.7% 医护人员微薄的薪水 难以应付飙涨的生活成本 英国8月份的零售销售超预期增长 但是面对未来可能加税的情况 消费者仍然忧心忡忡 英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 英国8月零售销售按月增长1% 增幅强于市场预期的0.4% 其中食品销售按年增幅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大 不过当地零售商指出回暖的主要是低价商品 高价商品例如家居用品行情仍然艰难 分析认为工党新政府有关经济前景暗淡 可能需要增税的言论也影响到了消费市场的表现 根据政府同一天公布的数据 今年4月至8月期间 英国财政赤字总额为641亿英镑 比当局3月时的预期多出10% 国债占GDP的比例自1961年以来首次达到100% 这可能迫使工党政府在下个月的财政预算案中 更加激进的提高税率 研究公司GFK也在周五表示 出于对公共财政偏紧 可能导致更大范围加税的担忧 英国9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急剧下跌 跌幅创下2022年4月 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的最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的成品油价今年以来第8次下调 并且迎来了年内的最大降幅 国家发格委周五表示 从零时起国内汽油和柴油每吨价格分别下调 365元和人民币和350元 是年内的最大降幅 由此计算 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2毛9到3毛 柴油也下调3毛 这是今年19次成品油调降 也是年内的第8次下调 呈现7涨8跌4搁浅的格局 涨跌截几之后 汽油的每吨价格仍然上涨了150元 而柴油则是上涨了145元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 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首先来看凤凰网财经 今天的热榜关注了内地最大的房地产中介贝壳 在多次试水拿地之后 正式进军了房地产开发业务 今天成都金融城37H12地块拍卖 经过高达82轮的进拍 最终贝壳旗下的住宅开发服务平台贝好家 是获得了中标 而且刷新了当地楼面地价的记录 贝好家在成立之后 其实动作一直是比较谨慎 直到今年才开始发力 在北京和广州两大一线城市都是有试水 不过之前都没有正式地拿地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聚焦了 美联储为什么选择大幅的降息呢 因为从历史来看 美联储通常只在面临巨大经济冲击的时候 才会偏离传统的25个基点的政策调整幅度 如今在没有出现这类经济金融压力的情况之下 美联储却选择了降息50个基点 这就凸显了美联储为了避免不必要经济衰退的目的 也就是说要确保经济实现软着陆 至于华尔街日报 今天的头条是关注了过去科技人才 是受到各大公司大力追捧和争相劲夺 而现在情况则是发生了逆转 一众科技人才在竞争越来越稀缺的职位 反映出了科技行业正在调整劳动力需求 并且加速了人员洗牌 招聘平台的数据就显示 今年以来科技公司的差员已经是达到了13.7万人 这个趋势在人工智能的热潮下 似乎是变得更加的显著 而且分析也说在短期之内 这样的趋势是不太可能发生改变的 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韩国年轻人饮酒的习惯似乎正在慢慢退去 相关消费指标出现下滑迹象 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关注饮酒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以及过量饮酒导致死亡的新闻报道 饮酒文化在高通胀的背景下逐渐淡化 最新数据显示 韩国酒类出货量与异性之前相比下降了5.8% 酒类税收也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000亿韩元 约合1.5亿美元降幅达到6.6% 韩国政府预计 明年相关税收的跌幅将进一步扩大至超过10% 日本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8% 涨幅进一步扩大0.1个百分点 是连续36个月上扬 从产品划分来看 食品价格自去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上涨 大米相关产品的价格涨幅最为突出 其中精米价格上涨近30% 果汁和巧克力价格涨幅分别为34.9%和12.7% 猪肉价格则上涨7.2% 黄金的价格不断创高 一度飙破了2600美元 让结婚的新人们决定以租代买 美联储降息推动国际金价姐姐攀升 台湾不少精英楼的报价牌已经突破5位数 让对金氏需求旺盛的结婚新人望而却步 纷纷以租代买 业者表示随着金价飙涨 除了推出租借金氏的服务外 抛金潮的热度近期也持续升温 不少消费者就纷纷前往金氏楼变现 甚至有人一次就兑现千万台币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